任成監獄前中共黨委書記兼監獄長劉寶倩、 黃文傑任成監獄副監獄長鄧體賀等人疏忽職手被告上法庭 根據案情 2020年1月23日起 黃文傑對監獄醫院的管理漏洞 實察失職對獄警發燒個案沒有調查核實處置不當 導致任成監獄疫情蔓延 以疏忽職手罪被追究刑事責任 劉寶倩和鄧體賀以及任成監獄司機大光輝 前教導員陳文華也因疏忽職手罪 防害傳染病、防治罪出庭受審 5名被告均認罪悔罪 案件澤奇宣判 任成監獄2月至少有207名獄警和囚犯染疫 並有獄警大病工作 事後11名官員受查 其他6人已被立案調查 前大連市公安劉曉斌表示 這11人疏忽職手 導致疫情蔓延 但是疫情之初是當局封鎖消息 方清可防可控 並找捕了披露疫情的網友和醫生 現在就將所有責任退給11人 中共病毒疫情2019年年底 在武漢爆發 直到今年1月20日 中共才承認人傳人 劉曉斌說 1月23日武漢封城後 當局有了新規定 要求發現疫情要如實上報 監獄沒有及時上報 11人因此受罰 劉曉斌說 當時監獄也有其他考量 比如上報疫情後恐怕會受罰刁官 拿不到資金、獎金等等 根據中共司法部官員 在2月20日發布的消息 截至當日 湖北、浙江、山東5個監獄 至少有500人在獄中染疫 但是當時就有知情人士透露 當局公佈的監獄感染情況 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實際上當時疫情已經十分嚴重 只是當局刻意隱瞞而已